因为现在根本不是整合 根本是在整人 真的是所有的事情 就是因为这个郭董的参选 的确会造成一些的影响 然后当然每个人都期望 是蓝白能够去合 但是我也对蓝白是否可以合 也划算一个问号 因为就我们自己 竞选的一个概念来说 当初侯友宜这个民调非常的高 可是他也没有办法 把他大家对他的支持 转嫁到给参加新北的立委身上 那你同样的 柯文哲夹到他自己的人格特质 侯社长有台上人格特质 把他们两个凑在一起 是否支持柯文哲的人 就会来投侯友宜 我觉得这个部分 也是要画上一个问号 因为他不 所有的这个选票 不是一加一就会大于二 不见得 所以说呢 我反而认为这个时候呢 就是各自努力 对我个人来说嘛 侯社长他提出的 不管是在这个所谓 巴士两表的这个证件 能源的一个证件 还有观光的证件 要冲到1800万 然后80岁废除这个巴士 其实在很多地方 包括一些我一个绿营的 一些朋友 你们都觉得 对就是要废除巴士 因为他妈妈为了要演戏 演到觉得是很ridiculous 等等之类 可是这些讯息 大家都没有特别去看 然后每个人又要求我们 每个人要提出 所谓的一个政策 可是每一个人都对人 比较有兴趣 特别是对于 人跟人之间的矛盾 人怎么样合 他就占据了所有的版面 所以你一方面叫人家 说要提出政治 一方面你讨论又是人 那这是我们目前选举的 看起来 你会觉得很乱 那我们蓝营的支持者当然 可是因为他现在为什么 不去表态缘故 就是撑这么久 就你们三个搞过来弄过去的 他们只是 不是说他们支不支持 而是绝对这样子的一个乱局 这样所谓的 这个 这是一团心结 不是叫团结 叫一团心结 不是整合就是整人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 一个感觉 还是弥漫在 很多的支持者身上 所以我觉得 如果没有办法把这些人 抽离出来 把这个麻花解开 好好的面对我们可能要的这些证件的话 我觉得这一团乱局 而且绿营非常喜欢 他会一直持续 但是我个人认为说到九月底的状况之下 应该会更加的厘清 事实上讲的没错了 就是说大家对人的事比较有兴趣 像郭台铭跟柯文哲 大家就看什么你的脸色 怎样 有没有实质紧扣 等等 郭台铭讲了二十分讲了什么 没有人去报道 二十分讲了些什么 不知道要讲些什么 不过我觉得那个何伟 今天那个八十岁以上 不要那个八十两 我觉得蛮好的 这个很重要 因为现在不要八十九十岁以上 这要八十两表 问半天在那边问 医生也很无奈 那但是今天我看到卫福部 就推给那个劳动部 说他们没有反对 他们要冷淡这个议题 因为执政党要冷 要淡化这个议题 好吧 另外一个 怎么今天有个传言说 金普春要退出猴团队 我基本上觉得这个 有没有这个传言 我觉得这个鬼月 应该很多鬼话的一片 金普春我十二点钟 还看到他 非常生荣活虎的 完全在这边指挥若定 然后呢对于每一个 明天要开什么样的 一个记者会 你们要谈谈什么样的内容 他还都都在做个分配 所以为什么说 他可能要请长假 或者说他可能不在 我也不懂为什么这么多 后来我问一个 打电话给我的记者 我就是他就说 可能是金的敌人传 我说他敌人很多 你可不可以却不止一个 他就说不可以讲 所以你会发现 你看还是对人 金普春对于这里面的里面 不管是在对侯市长 一个政见各方面 他其实琢磨非常多 没有人讨论这些 然后只要有些风吹草动 就开始说 他可能跟这个地方 见风查证 所以还是在人的纠结上面 我觉得这个东西 真的是还是一句话 鬼月大家还是前程拜 拜宋卓好兄弟 但是好好的把这个话 这个不要是装神弄鬼 这比较稳 不过我还是觉得 如果侯友以前从八十岁以上 像不要八十岁以上 多提几个像这样的证件 就有亮点就会吐出来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